郑英了那句话 多行不义必自毙 就在林卫军被迫嫁给石友三没几天 这条变色炉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这是1940年12月9日的新民报 上面刊登了石友三兄弟二人被杀的这样一条消息 石友三因有反重庆政权意识之行动而被监视 最近傅英违背命令之故被带入 本月初石与其弟有信 先后均被枪决之行 因反重庆政权之意志而被杀了 石友三被杀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连腊手书生陈公术都对付不了的变色龙 又是何人能将他处决的 这与林卫军之间又到底有没有关系 蒋介石本想利用石友三对付共产党 但让他想不到的是 这条变色龙居然与日本人沆瀣一气 不仅签订了共同防抗协定 而且关系越来越暧昧 石友三一直替日本人办事 但是碍于全国抗日情绪的高涨 他也只能偷偷地和日本人来往 他现在也不敢公开地投抵叛国 尽管此时石友三并没有公开投抵叛国 但是蒋介石深知 这个人两面三刀 睡也不敢保证他有朝一日 会不会投奔日本人 由于手抹重兵 加之身处中原腹地 如果石友三公开投抵 无疑对整个抗日形势都十分不利 于是蒋介石找来了第一战区的总资料 蒋介石要求他 务必赶在石友三公开叛国投敌之前 将他绳之于法 哼 这条变色龙 连军统在他那里都碰了钉子 还有谁能对付他 虽说是石友三的上级 但是由于此时他手握重兵 和日本人的关系又十分亲密 魏力皇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本想调虎离山 先下令石友三调任河南省主席 先夺了他的枪 再四级下手 但是面对这个升官的大好机会 石友三十分心虚 就算违抗命令 也一步不愿意离开他的老窝 更不愿离开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那么该如何对付这个石友三呢 这条变色龙 这条变色龙